Hello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谈随宇宙的科幻真剑,我是主播米妹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惊悚科幻片《杰森在太空》 杰森此刻作为研究对象,绑在水晶湖实验中心 看守者看着这个杀人魔觉得渗得慌,就拿了一块破布给他盖上 一个博士前来要将杰森带走,罗文出面阻止,说他太过危险 没有经过冷冻,不能用于研究,博士一意孤行 但当他掀开面前的破布时,出现的竟然是看守者死去的脸 杰森将在场所有人都干掉了,逼着罗文来到了冷冻室 罗文不得已只能将自己和他一起冷冻 400多年后,由于地球的海洋土壤再也不能维持生命系统 人类都已经移民到了第二地球,一支人类科考队返回地球进行考古研究 他们发现了罗文和杰森的尸体,将它们带回了飞船 并利用高科技蚂蚁将它们复活 科考教授得知,杰森是几百年前著名的杀人狂 身上的商业价值非常个厚,决定要将它带回家,发一笔横财 但他没想到的是,此刻在研究室解冻的杰森,已经干掉了自己的学生 并且挑选了一把自己心仪的大砍刀,准备打开杀戒 罗文和教授讲起了关于杰森的研究 他们当年尝试了所有方法,电机毒气火烧都无法杀死他 最后他们决定将他冷冻,直到想出解决他的办法 但没想到一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 想要出售那个价值连城的怪物,结果全都死在了他的手下 罗文和船上的众人见过了面,一支保护他们安全的战斗小队 和一个智能型机器人侃 但罗文意外得知,教授竟然将杰森也带上了飞船 罗文立马要求他们将杰森扔掉 但爱前的教授并不想这么干 他们赶到实验室,发现了学生的尸体 所有人都进入了高级戒备,战斗小队带着所有的装备前去抓捕杰森 结果必然是全军抚没 科靠小队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他们立刻联系太阳系研究站 有60个受过高度训练的士兵在那待命,等待他们降落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杰森已经进入了控制室,杀掉了老司机 飞船不受控制地冲破了太阳系研究站 让他在茫茫宇宙中消失了 一阵剧烈的敲门声过后 杰森闯入了他们所在的房间,干掉了教授 学生趁杰森在打开杀戒的时候,改装了自己的机器人 将它变成了武装战机 在猛烈炮火的攻势下,杰森终于被打穿倒下了 学生们也收到了其他飞船的讯号,获得了生还的机会 他们决定去炸掉剑桥,好和其他飞船会合 但他们没想到的是,就在他们去安装炸药的时候 系统出现故障 高科技蚂蚁竟然修复了杰森 杰森再次打开杀戒,武装战机也不管用了 直接被打断了头 他们成功地连同杰森一起炸掉了战桥 但是巨大的冲力将杰森送回了他们所在的飞船 黑人牺牲自己抱着杰森冲向了第二地球 在大气层中燃烧殆尽,只剩下罗文跟男孩 带着他的机器人女友逃出生天 然而还没死透的杰森再次落入了第二地球的湖中 被一堆小情侣看见了 不知道这个星球又要掀起怎样的腥风血雨 整部电影的画面异常的血腥恐怖 一直在砍砍砍,属于不佳的小伙伴们可以拿来下饭 好了,今天的电影接下来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灯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看恐怖片哦 科幻真剑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啦